看这个华为啦 当然这个华为我觉得算是美国 现在特别是雷摩多心上的一道伤疤吧 韩兵这个美国又对华为动手 但每次都这样嘛 表面上是要打华为 但事实上都是自以倒霉 那彭博士金融时报都做了一个报道 就是拜登要收紧对华为出口的限制 所以呢高通的Intel的 向华为出售半导体的许可证都被撤销 之前华为手机不是公布吗 哇里面的里面的那个什么 晶片是Intel的 天哪为什么Intel可以卖 那时候美国还做了个解释 是在进之前等等等 但大家知道这个Intel抖内很多 政治现金很多 他很擅长政府关系 所以其他家去抗议 是不是 那抗议一方的抖内也进来了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Intel也要进了 然后高通也要进了 那雪上加霜 Intel最新一季的财报刚公布 股价又重挫超过了百分之八 从今年到现在跌了百分之三 三十五价格保卫战开始 去年亏损70亿美元 前年是52亿美元 韩冰怎么看 打华为最后倒霉的是Intel 因为我一直觉得美国这个战略是很奇怪的 就是 你们如果真的 看华为发展觉得心惊胆跳 看不下去的话 那你应该是要去制止华为的进一步发展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 你是先杀自己人 然后杀自己人 然后看你会不会死 这样我觉得是蛮奇怪的 特别是Intel 最近这几年体质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他已经在亏损了 然后你还在挡掉他的客户 那不是造成他进一步的亏损要干什么 因为你把华为砍掉之后 Intel恐怕也找不出来一个替代华为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可是我个人认为 虽然美国现在这个金银是发出来 可是实际上真的是不是会这样执行 我觉得还要再看 因为过去你有好几次 就是他这个金银发布之后 然后Intel又私家去拜托 或是其他的这些厂商私底下去拜托说 我们只要进哪一小部分就好 或是你再让我开放个半年或怎么样 再看 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美国11月就要大选 美国11月大选完之后 整个政策可能会有 极大的转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这些厂商大概就是拖 就慢慢给你拖 拖到11月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再说 那你说拜登现在也会急着这样做吗 我认为一方面他要标榜这些东西是表示说 他对中国大陆是有魄力 是有压制力的 可是呢 我看他也不见得会做到很足 因为做到很足也会得罪他自己的金主 所以我认为可能拜登也在演戏 然后这些厂商也在演戏 大家一切都等到11月总统大选结果出来 再就做真正的行动才对 对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天鹅 好来 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我感谢一下大家的donate 看这个我觉得蛮嗨的 普丁大典嘛 然后就是俄罗斯的大日子 那就在之前举行一个北约战利品展览会 在这里面我真的看到你不要讲战斗民族 很凶狠 人家的幽默感也是满标顶标 你看那个入口大萤幕上写什么 没应得北约国家的工作人员可以优先参观 而且不用排队直接进 这个不收门票 但是大排长龙 你只要是北约的 通通不用排队直接进来 欢迎北约工作同仁优先参观 然后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美国向乌克兰交付主战坦克的时候 俄罗斯国防部就这个幽默感很高 亲爱的美国朋友 My dear American friend 如果你们真的不想要这些装备 就直接送来俄罗斯 不用透过乌克兰这个中介 还有当时二零二三年 乌克兰防长坐在第一辆 鲍尔坦克上的时候 趾高气昂有没有 通往莫斯科的路怎么走 我要开着鲍尔坦克 直接杀到你莫斯科 结果现在就在这个展览品上 告诉他用卡车拖着走 因为卡车拖了一辆鲍尔坦克在里面 但是最有趣的是说 这个北约战利品展示会竟然有中国 中国车 当时有点搞笑了 贴着一个乌克兰国旗的军用皮卡 竟然是中国长城的 这二零一八年乌克兰开上长城 然后皮卡 所以当时买下这个车 当时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还是放在这个展场上 所以这个路媒中国朋友一眼就看到 天哪怎么会有我们的中国货放在里面 你是不是看到了战斗民族 满满的幽默感 好另外我们严肃一点来看一下 请委员谈一下 在普丁就职大点另外一头 就说乌克兰在准备大礼物 对不对 一定要给你点烟火烟花 那果然晚上 卢干斯克一个油库 油库发动了袭击 天然气管道起火 火很大 用美国送的最新的飞弹进行攻击 这是献给普丁的大礼 还一定要在晚上 这样才会有烟火效应 对不对 那另外一头 乌克兰国会已经说了 DPF-16会在七月到达乌克兰 很重要 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讲了 乌克兰出现的F-16战机 俄罗斯会视为核武载机 所以普丁已经准备下令 进行一个非战核武的核演习 这个几十年来第一次 苏联之后的第一次 然后白俄马上要跟进 委员你怎么看 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几则讯息事实上是从不同来源 因为俄罗斯攻打过乌克兰很多的发电厂 很多的油库 很多的炼油厂 所以这个乌克兰当然也要表现一下 这个反击一下 以便维持它的民心士气 但这个跟战争的未来的发展没有关系 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俄罗斯的油库太多了 你光打它一个油库 它不会瘫痪 可是你乌克兰的油库很少 打一打你就会瘫痪 差距就在这里 你看到乌克兰打到现在 有什么练油厂打俄罗斯 油库打俄罗斯 加油站打俄罗斯 俄罗斯有影响到它军队的运动吗 没有啊 照常一直推进 可是乌克兰不一样 只要俄罗斯轰炸一轮下来的话 大概就动不了 所以这个差距这个是有的 至于说乌克兰打这个卢干斯克 这个油库 是不是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不知道 所谓的CMS 不清楚 因为有人实际上觉得 也不能说排除或不排除 因为你现场没有任何证据 俄罗斯也没有发表说 它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打到 如果有的话 那就表示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 应该还蛮管用的 那就应该打更有价值的目标 你打那个油库干什么 我都不懂啊 要么就打这个俄罗斯的指挥部 对不对 或者俄罗斯的军队聚集的地点 去打一个民间的油库 我在搞不懂在干嘛 就是没有战略价值啦 这个普丁一直都有在玩一种 叫做核战边缘策略 什么叫核战边缘策略呢 就是要阻挡北约下场 要阻挡说你这个北约提供F-16 它想要当作一种理由 因为F-16本来就可以载核弹的 但是我不认为北约可能提供核弹给乌克兰 不太可能 那俄罗斯就趁机检查一下战术核导弹 因为全世界战术核导弹最多就是俄罗斯 它大概有两千多颗 美国只有两百多颗 是十比一 所以普丁要在战术核子导弹的部分做演习 所以他故意讲说非战略核武演习 就洲际导弹不在这里面 战场上大概在500公里到1500公里的 这种导弹派上用场 所以你说它是演习 演习当然要装备检查 他们将军就很忙 高装检开始弄之下 我们台湾有这种SOP 可是如果说这个就要解释成 俄罗斯核武库更新那还早了 因为核武库的更新要花一大笔钱 我不认为俄罗斯现在要 有需要去花这笔钱 做核武器的一个 可是他有点说放消息 因为他已经把战术核子导弹 核武导弹已经搬到白俄罗斯去了 已经搬了一年多了 搬了一年多了 所以在告诉你们说 你们想玩大一点我奉陪 那F-16当然算是玩大了 大家都很好奇说乌克兰拿F-16以后 战力如何 大家都很好奇在看这个 有人说哇很强 有人说不强 其实强不强 就赛将军也讲过 拖上战场试试看就知道了 所以看这个到时候俄罗斯的导弹 以及俄罗斯的战斗机跟F-16比比看 咱们台湾也买了不少F-16啊 我们当然希望说F-16 不要老是打什么伊拉克啦 打那些水平不一样的东西 胜质不五嘛 那如果真的对苏凯 哇那就可精彩啦 他要到七月才到 好像是 七月到那时候就巴黎奥运了 那就看那个 那个普丁要不要买账啊 所以普丁是有点倒数计时的 那个紧急感是吧 因为没关系啦 因为奥运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嘛 所以很可能 现在会急的把F-16 在七月下旬 奥运开幕之前 就先送到乌克兰啦 但是以目前看起来 普丁是会买中国的账 因为习近平都已经跟 马克服两个签署联合声明啦 老普总该给老习一点面子嘛 咱们哥良好对不对 应该会啦 我判断是应该会啦 那个诺贝尔委会 要不要发个合兵奖给习近平 这比较公道啊对不对 因为如果真的 奥运停我那两个礼拜的话 说不定就停下来了 以前经常有这种例子 就是要从开始打就 有点怪 有点怪 也不是不行 可是打的规模 很显然就会缩小 有人讲说 这个俄罗斯啊 七月会大反攻 没有啊 他现在已经在打了 从来没有什么反攻不反攻 他没有停过 他就蚕死 他每一天不贪多 打一点 每一天打一点 他从来没有想到 一下子说把乌克兰全部打挂 哇没有从来没有想过 老师最幽默的是苏利文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我们这些东西 F16还有很多钱 给乌克兰 乌克兰在2025年可以大反攻 我信心 2025你苏利文还在吗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事啊 所以我觉得苏利文是挺幽默的一件事情 他要这样说服美国老百姓 我们没什么意见 但是好像有超乎我们的理解范围 那现在普丁是5月7号就职 5月9号游行 他们的传统上的胜利日游行 5月15号要到北京访问 所以都是他的新闻 这样一来算是他的高光时刻 他不可能让这一场战争输掉 所以他拿这种非战略核武 也有一种威吓的作用 就叫其他人不要再加码了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室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